今集最後一套 這一套我沒想像過我會喜歡看 我猜不到一開始有回響 不過第一集比較特別 始終叫做什麼呢 他的案件是因為銀魂的編劇做出來 沒有病是很難的 一定要有病的 還有一定有惡搞 還有一定得罪人 這個就是阿松 赤重不義夫的80周年紀念 又是死後80周年的紀念 這次真的有拿這個話題來講 甚至是死了 這樣改無所謂 我覺得這套東西的勒他 是勒他得很準的 甚至是他面對銀魂同樣的問題 就是真的會被人罵 他也有自若的勒他 他也說了一句 幸好今次被人告 當然我不是太快被人告 是說幸好今次被人告沒事 因為他那些是真的 玩了很多動畫和很多角色 可以說阿松這一套 過往其實我都沒有看過 我相信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沒人看過 先放一下連聽 我們真的沒有看過 超過年代我還沒出生 這一套其實我覺得是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 甚至我看完三天之後 他有一個我覺得是給了我一個印象 就是製作群是想表現日本的動畫 是一套他都想表現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集裏面 其實他有一個很強烈的主題 怎樣做一套人氣動畫 那當然是 而他接著就做了很多搞笑的行為 就是什麼呢 或者是很多動畫的key的畫面出來 或者是一些key的角色出來 他怎樣說 現在這樣就是一套動畫 而當中裏面 這套東西其實最辛苦的是神哥浩士 因為他是 他是吐槽的不停吐槽 他是不停吐槽 他的對話量根本只是其他角色兩倍 那這件事他家兄就熟 我以為他已經是這樣做 你見到那個列陣裏面 我看到那七個六兄弟 那六兄弟之後我覺得 神哥浩士一定是吐槽液 沒有可能其他的一定是他做吐槽那個 而且他是最適合做的那個 挺好看的 這套東西最強大的 是男星優的陣容 我覺得是 簡直老實說是滿足了所有 對男星優是很有興趣的 那些人就說這是月女遊戲 是月女遊戲 我跟他老實說 近年來說 其實我覺得我看男星優 是多過看女星優 或者這樣說 尤其是某幾個男星優的組合合 他們是真的沒有下限的 他們玩到是 而且他就是不負你眾望 就是當你看這套動畫之前 你看到那個星優陣 都覺得這個是月女遊戲 然後他就玩了所有月女動畫向的東西 或者這樣說 在現今的動畫裡面 很多很強大的女星優 夾出來 套作品有高達八成機會 它是伏的 但是通常那些男角 那些很強的男星都合在一起 套作品的伏的機率是不太高的 不知為何 的確是 反而可能因為套路 比較容易去抓 我不知道是不是 當然這套就是 英姐夏雲 中村柔一 陳哥豪士 福山潤 小野太富 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 沒得輸的 你講到這一邊 這一期最當紅的 會配那些月女向野的 基本上就有齊了 阿松那些六兄弟的角色 其實他配下去 剛才我們講的第一集 他表了很多不同的動畫 其實我覺得 這個一定是銀魂九的監督 去一手策劃出來的計劃 沒錯 再加上就是 這一班星優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們玩是玩到幾無下限的 這班可以玩到很瘋 即是他們可以很盈棍 還有一些很魅力的台詞 但其實他們可以很搞笑 而就是 第一集裡面 他們無論是扮美少年的 變成美少年的畫風 然後講一些很有型的對白 還有就是 講回很多流行 現在就是會常用 剛才我們一直講動畫 一些會常用的元素 其實他們都搬出來 即是要逼當 還有要逼當女兒不夠 也要逼當男兒 最好笑的那一幕 為什麼要逼當我 這件事不重要 其實這套東西我覺得 尤其是 就算你不看之後 第一集都很值得看 為什麼呢 你會將我們 過往動畫裡面 我們經常會講的問題 咬著金壯士出世設定 刑棍 你覺得很受歡迎 那些設定 它是講完出來 這個其實是什麼呢 它將當今現在動畫 以為這樣就是好看的設定 去搬出來給你看 我很喜歡它在講一幕 就是那六兄弟 遇到一個 說是女主角的平民女仔 在一個小開部門口 遇到她 那一幕很好笑 就是它真的裂了 這一個現在 喜歡寫《月女驚》的時候 那些男主角的造型 和那些舉動 是說得出來 抓得很準 所以那時候才是好笑的地方 其實第一集 主題核心其實是很鮮明的 但第一集應該是被人投資最多的 所以我覺得最好笑的那一幕 是它那裡說 哎呀 這一套明明是一個 赤松不義虎的80周年的動畫 為什麼搞這些東西 不要緊 死了那麼久 然後它馬上掉了那塊板 對不起 那一幕是挺好笑的 我覺得 我覺得 既然可以玩的話 其實我是不介意瘋 雖然你可能之後會被PTQ 但是我覺得 至少我這一集看得開心 還有我想說 如果它說自敬人 它真的正在自敬中 當年赤松不義虎 搞笑的玩出來 就要玩得這麼瘋 就要說這些笑點 他就在這個年代 可以說些什麼笑話給你聽 反而這個才是最合適的自敬 對呀 你見證到以前你跟我很放 殺人就殺人 打敗就打爆 現在不行 不准殺人 不准打敗就不准鹹心 第二集 其實它虧了一些 做一些社會現在的焰火 甚至說現在的年輕人 你們長大了 就像一群廢青 你看看你 那種感覺 你是那個年代看的話 我覺得你看 你可能很有感觸 我想對日本人來說 如果他小時候看一套動畫 他看著現在的阿松 那群六兄弟 他也帶了出去找工作 你也會有些苦笑 幾分感慨 對 我覺得他有這些類型 他不是捉著一個題材 又狂說 對 很懷念 但其實你看到是時代 隨著八十年都變成 或者這個也是銀行的 就是他不停捉出很多不同的點 然後他逐個說 因為某種異常 現在其實是一套胡鬧花 對 對 就是大家有很多小劇場 去合成一集 而當中裡面 是不是他有少少的主題思想 中間的貫通裡面 而去到第三集 第三集 是沒有主題的 但他的標題說 這是一套廢話集 沒錯 所以整套都是廢的 你如果有看過 那些日本的綜藝節目 例如《不能笑》系列那些 你會覺得他正在用傳統日式的搞笑方法 例如那些短劇 那些你要玩懲罰遊戲 或者那些不停 repeat 同一個角色的設定 但其實每一次 那個反應都是不一樣的 那個笑點 就是我剛剛是第三集 組合呢 對 那種是很傳統日式的搞笑 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不過當然 笑不笑得出來 對我來說 就有少少文化上的差異 我沒有第一集笑得這麼開心 因為第一集真的在說我那個年代的事情 而第三集我覺得那個笑點 第二集他有少少 第一集這麼好笑 可以說到現在 都不是全部的 好像第三集 廢話集中 抓到我笑點的 就是電鋸驚昏 對 梳那裡 梳那裡 抓不到我笑點的 就是麵包超人 就是大褲子超人 還有就是什麼 你喜不喜歡 就是最後那一節 一些下體 藍星下體 燥堂那裡 就真的是很日本搞笑節目那種 即是你在不能笑的時候 你笑不笑到那些 在那裡玩成一塊遊戲 去打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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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上的那些笑點 如果你那些笑得出 就看那一集都笑得出 而中間他好像說 無論六兄弟睡覺 睡覺那一節 然後搞那些笑點 其實都是一些 日本綜藝節目式的 那一種 我一個人說 主題是很想睡覺 但是中間裡面 穿集了很多搞笑的東西 令到他睡不到睡 我覺得 有少少歪的 其實他真的有少少歪的 有些真的未必能笑得出 但真的 他太雜 你很難判定 就是這集你會想看 沒錯 我想只能夠 只能夠 只是依靠標題 但是你說這套東西 當然 我老實說 這套東西有個 挺好玩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 認聲優的 變聲能力 是很強的話 因為其實 他裡面 壓入自由 還有我忘記了 Mingo 聽來我自己 不是很分得出 他們不說自己的名字 其實我不知 現在是Mingo 配著Mingo 最容易認定是 神谷 神谷和英姊孝雲 小野 小野都很容易認 對 這三個我最容易認 對 福三的也好少少 但另外 福三的聲音好像不太平常 對 福三的聲音有很多變形 對 不太平常聽到一些 尖尖的男主角 對 這套東西是另一個好玩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熟了幾位聲優 當然我熟了幾位聲優 其實很容易辨認到 他們應該是 我認為真的粉絲那些應該都認識 我們不夠看一對 但我們不夠粉絲 認聲能力沒有那麼高 我都要花點時間 我真的一出聲就認到 其實我只有三個角色 對 所以我覺得 我也很可惜 有馬這次不在第一集 我第一集一定會笑得很開心 對 對 對 裏面那些說的動畫 你也有看過 我想說 裏面那些說的動畫 你也有看過 由這個飄速澤南到Love Live 你也有看過 對 所以我覺得 你說這套東西 當然 這一類動畫 其實都是說的 是點子的問題 尤其他這種 那麼舊式的搞笑 真的要說點子 不是靠 即他有少少說角色的特性 然後撞笑點 但他不是太多 尚比之下 所以我覺得 尤其他這種懷舊式的笑點 大家可以看到 他講到多少集 有些擔心 對 其實有些像 你看 變成老夫子 那樣 內人尋味 一集叫做 這個環節就是內人尋味 整個環節就是圍繞內人尋味 或者是路不實懷 整個橋段就是圍繞路不實懷 去做一些點子出來 還有一個強心劑 就是因為銀魂的有病監督 親自主持 所以你會對他有信心 那幾位男星優 他們都很喜歡爆肚 對 他們有這個很強的表現力 對 大家如果有聽Drama CD 他們經常都說 沒有劇本沒有寫 監督說 自由發揮 然後他們就會自由亂救來爆肚 而這套東西 我覺得爆肚的限制是很大的 他們可以喜歡怎樣玩都可以 真的很喜歡神谷那套 做他的語調和節奏 我經常都覺得很棒 很肯定有些是爆肚的 應該是有些是爆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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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花那麼多時間 只想找些關鍵的話 其實我們之後可能就 完結的時候 點評幾集 你們要重點去看那幾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下集我們再介紹其他的新版 下集再見